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的经理人说环球公司很想你拍摄这件事 监制很想你拍摄这件事 我就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找你呢 为什么呢 说真话要说假 我说说真话 便宜了 我也想到 如果你找自己很多荷里活的导演 可能很贵 不如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导演 你明白吗 但是他又可以加一些新东西 就觉得如果在香港找一个香港导演 可能完全是有些无厘头的东西加进去 完全是一个新的方法去拍摄 或者令到观众有新鲜感 完全是这样 那我就接受了 因为我又想试一下 还有也有个好像自私之的英雄感 好奇是你现在的低潮 已经下跌了 我可以带回你这句 如果带回你这个英雄 而且没有人知道我从哪里来 你知道是香港而已 但坏了也不怕 你都已经下跌了 对 是的 是的 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 最终出来又很好 成绩给他们想象中很好 你拍不拍人家 将你定型 一路是拍恐怖片 接着是《鬼王再生》 又是恐怖片 我本来是不想的 我一收到个剧本 《鬼王再生》收到剧本 我就很恨 我太太知道 我老婆知道 我拿着剧本 我就生气到 扭起了一堆 又叫我拍恐怖片 是呀 扭起了垃圾片 我是拍爱情片的 我要拍美女孩 扭起了垃圾桶 后来我又找我拍这些 后来我的经理人和我的律师 就打了给我 他说 Ronnie 你经常跟他说 你想拍美国电影 最需要你成功了 好了 戏种就叫鬼片 惊吓片 人家当然以为你是大师 你很想拍 是吧 因为《荷里活》就是这样 你前部的部戏很重要 You are as good as your last movie 就是你前面也很重要 你前面我买钱 他就当成了 你是笑的就笑的了 你是哭的就哭的 但我说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再拍这些 广播片 还有斩人 等等 他说 Ronnie 这两个人 最美国都不美国 美国是人 都是那些年轻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人 深入民间 你经常想拍主流的美国电影 这个不主流都不主流了 OK 因为你想拍的那些 什么die hard 那些就不到你了 人家很有诚意找你 那你也要见见老板 最终去到那时的新线 那他见到老板 老板说 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 很熟悉这个人物的 这两个人 我说真的 我仍然看过一部 他说 这个中国人 完全没有看过 可能有些新意 他说 Ronnie 你不介意 你试试吧 我们是很大价钱的 会暑假做的 一定会鼓吹他很大 原来有很多粉丝 后来我听到他 他又很有诚意 他又信我 我终之又怎样 接了他之后 我就重新 将他二十多部 游泳台一次 你那里有人不是很血声 是 很血声 因为为什么 我又用了什么 我又用了那时 就是《花鬼新娘》的理论 你想要什么 我再加多十钱重 你知道吗 即是你直接想到 这样也可以 最好笑的是 拍斩人的那些 因为这两个不是人 这两个是鬼 鬼来的 鬼打鬼 人就不要去到那么血声 是人来的 斩人的那些 反正你两个鬼 我就和我第二组的导演 就是潘恒生先生 他就和我拍第二组导演 就是专拍一斩的那些 你明白吗 我跟他说 有这么血声 去到血声 四十条喉喷血 他就说 可以吗 Ronnie 我们香港片都没有 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不是真的 我要观众看到 直接笑的 结局是否有两个 本来是要他们两个都死的 是 本来 这个呢 后来我又和那个公司老板 就有少少 争吵 本来就是想死的 全部死了 但是呢 我就解释 如果有这么多 月情的粉丝 是 就不想的 怎样都不想 我看他们两个死的 一定要留个尾 随便一个生也好 因为是一种 fantasy 是吧 他们有一种 就不想死的 但是那个老板说 不是 应该是最后一辑的 应该是最后一辑 死死了 好 好 因为美国很流行 美国很流行 叫做test screening 这个试影 就会租一间电影院 租一间电影院 周街找人 当然是找些对观众 你想着这个岁数的观众 是适合你的电影的 就找他 就说 你星期三晚 有没有时间 七点半 我们放一场免费场给你 那他会问什么电影 不告诉你什么电影 因为这班 找回来的观众 不知道是什么电影 完全没有经过 广告的圈掩 广告 就是说是什么 引你去看的 他来看的直觉 就写出来 然后他这个成绩变得很重要 他就会用这个成绩表 就跟导演说 导演 麻烦你再剪我这部电影 我不要拍什么 这个是非常残酷的 残酷的 为什么是残酷呢 因为里面很仔细的 直接说你喜欢不喜欢这个演员 你哪一场电影 不喜欢你的演员 哪一场是喜欢你的演员 什么电影里面有什么令你感动 有什么令你觉得最討厌的 最后最残酷的就是 你会不会推荐 你会不会推荐给别人 然后他就判断 那你的导演和监制 就一定要在电影里面 好了 他们剪完了 还没完 剪完了 那他就总结 然后就找20个 叫Focus Group 小序讨论 是的 20个不同年纪 不同职业 不同收入 不同岁数 就坐在那里 然后当他们在统计的时候 那天半个小时 哇 惨了 那这20个人 就当自己是 专家 你明白吗 知道导演 或者演员 在后面 监制在后面 他就叹响了 叹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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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叹响了 然后好了 说完半个小时之后 那个事实出来了 就拿了整个笋子出来了 然后就计算了 最好 那当然是75 80 90 那些人真的写得很好 有些人就说 写呢 你能否推荐给你朋友看 有些人的写法就是 拍过另外一部 还要黑白 叫个导演执包袱 你明白吗 叫个演员 或者是谁 我最亲爱的演员 我不要看演员 就是说得很好 那些老板就拿着这个 是导演怎么办 我最初都不是很惨好 但是觉得 有很多是对的 有很多是他们说的 有些是有编辑的 当然你不用理他了 但是有些说了给你听 提了给你听 觉得他们说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那个剧情为何去到这样 这些我觉得很有用 那你那次拿多少分 我幸好 合格 那个Chucky有80多 那个Freddy还有90多 好了 就说回刚才那个结局 结局了 那么Freddy第一次试影 只有60分 60分 为什么只有60分呢 全部写 最恨的结果 不要他死 他们两个死 最恨最恨最恨 这部电影我不要看 就是因为他们要死 好了 这个星期六 就是看 星期一开会 整群老板 整群人开会 那怎么办 只有60分 第一件事当然要去导演 当然要去导演 全世界一看 一看 你看看导演 我就说很简单 拍他们不死就可以了 一场戏 一天搞定 接着又加分 接着又再试影 下个星期六又再试影 最终就96分 我也明白我们的方向 应该是让你先吃饭 你有一份是香煎真稻带子配红酒汁 我们有一份是黑虫露菌 扁意大利面 半白露筋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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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难熬的 要坐在这里 很难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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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美国 有我想 三四个导演就不用 不需要继续这个 哦 自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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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James Cameron 即是拍 折达尼的那个 导演 他们就不需要了 因为全部是对他有信心 观众是对他有信心 所以在美国拍完片 Jerven 我经常觉得 原来香港做导演 很幸福 是上帝 嗯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很多香港导演 觉得荷里活那么难受呢 美国很直接的 一不成功 即可有 我初去真是说 很难接受 一进去 十多人 长桌 好像见公似 是的 见公实正 那你在推销这些过程 有没有遇过重大的挫折 哦 每日都有 有没有遇到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很多香港导演 去到荷里活发展 觉得难做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还有什么 令到大家觉得 荷里活那么难受呢 会不会有种族歧视 是一个问题呢 因为根本没有关系 我自己还没碰过 种族歧视 但是你说有没有呢 一定有 所以就说 一定要自己 我觉得自己知道 你接受了就可以了 而且你要知道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为什么有人找你 如果你去到 你说 我香港已经是大师了 香港要什么 所有你的制度 我都不要跟 你要跟回我的制度 就不行了 我香港的制度 那就死定了 所以人们经常问 Rondy你想想拍一些 过亿万的电影 我说想 不过就 不是有机会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成精比 给你一亿万 就有亿万的问题 嗯 美国很直接的 你一部电影 譬如大预算 高亿预算 那些高亿预算 一旦不成功 即便有 因为现在 尤其是美国 八大公司 那些 不是只是拍戏 要花钱 你宣传费 以及印片费 都很贵 都很贵 现在差不多 譬如 那时候鬼王 那样 拍四千万 他要拿回四千万出来宣传 那变成了 别人要很确定 你收不收回来呢 你这个剧本出来 很多人都争取他的 好了 那为什么在这么多导演中间 你会突出来呢 好了 那你就要卖自己了 那个导演来到 我初初是很难接受 为什么呢 我初以为就是跟我一个一个 你不是跟我老板聊两句 一进去 哇 十几人 长桌 好像见公似的 是了 十几人坐在那裡 十几人坐在那裡 个人都看着你 你是坐最尾的 那位老板就说 很欢迎你 现在说些很漂亮的说话 很欢迎你 我们下午你 真的喜欢你的电影 什么什么什么 那你可不可以从第一场讲起呢 你会怎么拍 你会怎么拍 那你不可以坐在那裡 戴着黑眼镜 到时你就知道 我开过就知道 你不可以的 你就变成了 真的进入第一场 你说到很兴奋 你明白 正是动手动脚 正是动作 如果你能做多 就做出来 令到一群人都觉得 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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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照片 大家都说 我懂照片 我懂照片 你明白 但是是不是一定请你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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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政治因素 你明白吗 很多的 姨妈姑姐关题 那些 而且你又要懂 他们的语言 所以现在 到21世纪 最近 有些新导演 他也拍到很大片 好了 因为现在很流行 因为大家 每个人有个设计 在家里 有很多商店 他也可以做一些 故事 做一些短片出来 就扔给公司 公司的人 不懂电影的 就看到 就知道 明白了 明白了 这样的 全部影像 港大故事 那你在推销这些过程 有没有遇过重大的挫折 每天都有 因为 为什么呢 美国 这么多人 这么多导演 只是美国公会 美国导演公会 一千多个导演 每个人都想要 拍个戏 或者有好剧本 好好的剧本 当然不到你们的 好剧本 就去到那十大个 你明白吗 那些大哥 那些 那些 下面那些 大家去抢 还有什么呢 最重要 你不要太执着自己 最重要 你先忘记自己 就不是因为 这个才华 我真的欣赏你 就多余 所以我自己 拍了这么多年戏 尤其是经过美国 我自己有理论 究竟拍电影是如何的 如何拍电影 我就说 用100%做例 50%就是你的幸运 你的运气 30%就是你自己的性格 20%就是你的才华 其实有什么令你那么喜欢电影呢 很小时候已经立志 我要做导演 很多个阶段 因为我小时候八个月 八个月是宝贝的时候 我幻想消与麻痹症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什么朋友 因为别人不知道跟你玩 是的 还有别人要等我 你明白 我跑得比较慢 我爸爸 因为我有个儿子 我爸爸 看到这种情形 他就变成了我的好朋友 就常常带我看电影 就是觉得 看电影里面很刺激 或者很娱乐性 希望他自己可以有自己的世界 变成了我自己在那里 我发觉原来很舒服 因为第一 我黑了 没有人见到我 没有人见到我走路 第一 第二 就是说 我不需要一个人 我自己已经很享受了 晚上回去吃完饭 我们那时候住 爬马地的家很大 那些沙发 那些桌子 什么都大 我自己躲在下面 就当是宝女 就自己在想故事 我是游戏 那些红回来 那我怎样去打他们 你明白吗 然后走去摔摩梯 就当自己是 渐渐领上风 那样 经常都对着镜 又当自己很有型 的摆款 你明白吗 做戏 学一些演员 那自己 经常都在自己 创造自己的故事 去娱乐自己 一变成了现实生活 我就是 那时候小时候 我非常 面黑黑的 很愤怒 面黑黑 还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 为什麽 为什麽 我要摔摔摔摔摔 为什麽我摔摔摔摔摔 我自己整天都 下楼梯又怕 又摔摔 很多事情 为什麽 为什麽 其实你很容易 变成了自闭 是的 所以我很幸运 很多时候 我就很不喜欢见人 后来 大了大了 怎麽改变了这件事呢 就是有一次 我最记得 那时候 我讀小学 在圣保禄 在圣保禄 小学 整天都玩 就玩 一做小识 就跟着那些同学 就玩Cowboy 即是印第 Cowboy Indian 你打 那我又蠢 就被人弄鼓 就说 你做Indian 你就来抢我的宝女 所有的同学 就起了那个 垃圾顶 做宝女 那我们就攻上去 那很辛苦 很辛苦 爬上去 就被人一掌就打下来 因为自己平衡不了 在上面以为很糟 一掌就打下来 一掌打下来 就暈了 流血又暈了 那时候 哇 糟了 那些姑娘很兇 那些修女姑娘 立刻就抓妈妈来 抓妈妈来 在我最近的校长室 我就在外面 坐在那裡 那校长就骂妈妈 为什麽骂她 你被人欺負 不是 她说 你儿子 你儿子应该知道自己是糟的 你应该教我 告诉你儿子 就叫别人玩 应该怎样 小识读书 你明白 做家里 妈妈很伤心 你明白 我说不行 从那个时刻开始 我要改变 我更加要出来见人 不要再躲起来 不要躲起来 因为觉得躲起来 是加重了妈妈的伤心 所以那时候 第一件事 我跟妈妈说 我要去英国读书 你自己的主意 我要去英国读书 那时候英文也不行了 但是我就说不行 我要去英国读书 因为我不要有司机 我不要有工人 我不要有人和我修床 我要自己试试自己 但虽然是这样说 但当然很害怕 那时候 十五岁十四岁 英文也不行 而且寄宿学校是很传统的 就像看Harry Potter那些戏 你明白吗 你最小就永远是T字型吃饭 T字型吃饭 那些最高的坐在前面 那些高级的坐在前面 那你就最后一个 永远那些Potato 来到你那里抹饭 我抹饭 唯一是饱肚的 而且你不能批骗 因为很多时候有要跟人抢 那时候 就要想一个方法去生存 去生存 那时候我就专门跟人做看水 因为那些英国小孩很喜欢吃烟 很喜欢吃烟 吃烟是不行的 有多大的 他就说 你帮我做功课 我不懂功课 你教我做功课 那我帮你看水 那些鬼仔就很开心 变成了我的朋友 那时候就开始知道什么是生存 原来生存是有方法的 有方法 还有你怎样 就是将自己 将自己的ego 将自己的自我 放下 当你有目标的时候 你就真的不要distract 你真的要集中目标去做 其他的原来不是问题 即是说有没有面子 会被人笑 原来不是问题 那时候 那时候 小时候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出来 我就觉得 妈妈 有什么 当然 爸爸当然想我做回他 从商 或者做律师 做医生 但我觉得 这件事都不可以 很快地 令我要面对很多人 不如我导演 我做讲故事的一个 我做子人的一个 子人的一个可以 不需要 亦都可以 很多人 真的要面对很多人 因为你一拍戏 你要面对很多组织 你要出来 你不可以躲在后面 那很多时候 自己现在看回来 就觉得 可能这个 都是一个正面的看 是一个动力 一个很好的动力 正面的动力 就是推我自己 推我自己 变成想东西 又想小很多 我一定要确定 要做很多功课 地理环境 怎样 变成一个人想东西 要想多很多 要别人走一步 我要十步 Ronnie和龙之子李国豪的合作 为什么会令他饱受压力 百感交集呢 龙在江 这个是 是不是你去找李小龙的儿子李国豪拍的 初初很兴奋的 但去到美国和他谈 我就 立刻 探了 一个非常愤怒的青年 你千万不要说我 你小龙儿子 又骂粗口 英文粗口 很辛苦 差不多当时我做了什么呢 整天都要哄他 解释给他听 他和张国荣多次合作 彼此惺惺相识 又为他留下多少难忘的回忆呢 你合作过这么多演员 有哪一两个演员是你最欣赏或者最交心 张国荣会不会在其中 Leslie 因为那时候要赶到青霞的旗 拍白白魔女 我说要72小时 拍到呢 我直接说 Leslie我叮不住 行 你休息一会 我帮你拍 我拍完 给你看 英文歌星又是 我说 喂 有一样东西 你要丑 丑拍吗 那我有帅哥那边 有两边 有两边 他是这样看东西的 他走之前 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你有没有见过他 或者联络过 Leslie过了身后 我整天的那个感觉 都有在 整天都忘记不到 下一集 继续走入于人泰的电影之路